平川说电竞天天聊不瘦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人惊大战 希望大家喜欢点一波关注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身点位 出身在地图左上角的是红色的人组选手浪漫 他的对手出身在地图的右下角 蓝色的暗夜精灵选手Lolid 双方都是一线的职业选手实力 不用质疑都非常的强 本场比赛是2019年9月份黄金联赛的一场越赛 我们看一下双方这一局能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看一下首发英雄 Lolid这边的话首发的是Warden守望者 在TS这张地图刷确实出这个Warden非常的不错 我们看一下浪漫 本局浪漫首发的是山丘之王 当然对于这张地图来说 首发这个英雄倒是蛮正常的 不过对于浪漫来说有点不一般 因为了解浪漫的玩家应该知道浪漫比较喜欢打运营出坦克 但MK的话MK配坦克不太好配 还是大法师比较好一点 好一上来双方都是练自己的这个雇佣兵 AC这边勾一个闪电队 虽然黄皮被人家抢掉了 但是这边闪电队没有耽误 好人组啊 人组就没有托尼带水啊 去勾什么闪电队 直接冥兵敲出来 小精灵过来看也发现不是大法师啊 那就没有机会去报这个旋速了 好MK打了一个MK打了一个大无敌 这边守望着Warden打了一个大雪啊 都是一个不错的装备 哎双方在中间相遇了一波啊 都想去打一下这两个三级的怪 有可能可以打出非常不错的装备出来 好争论了半天一连一个吗 哎这边MK往下走啊 Warden好 Warden再守守另外一个 哎这个装备倒是一半 打一个加三的戒指 看能不能出个头魂 哎MK有意识到对方在这里吗 应该没有吧 这意识也太强了 好Warden直接一个刀阵啊 想杀对方一个黄皮 MK赶紧一个锤 好人组前期多买一些黄皮啊 给MK稍微补给一下 确实但是现在守望着啊 想追着这些黄皮来杀 MK现在二级多一点 二级半还没到 MK的强势器应该在三级以后 Warden啊 同样也如此 现在Warden还得找机会去把等级练到三级 就三级的话 骚扰对方家里的农民还是蛮舒服的 小精灵过来一看 发现人组啊 要开分框了 好 敲了六个民兵出来 加上这些三个雇佣兵啊 这个阵容非常强大 首先一个锤 先把这个守望着给锤晕啊 否则你对方又过来各种刀阵 杀 杀奴民 是吧 抢怪 非常烦 哇 这个点啊 直接能够跳到这里来 一级闪烁 能跳这么远的吗 好 现在Warden练完那个点 打了个加六的攻击之爪 运气非常不错 MK这一边打了个大雪牌 同样非常好 这边赶紧把自己的分框放下来 Warden二级Warden想继续来骚扰 但是MK已经三级了 MK三级的话 守望着还是稍微要悠着点 好 大叔爬到这个低筋实验室 练完这一波的话 那Warden很可能到三级 诶 打了一个吸血光环 这吸血光环如果说后期出这个熊的话 那还是一个好装备 但目前出AC的话 哎 帮助不大 好 三级Warden可以找机会过来开始杀农民了 接下来啊 It's time to Warden to show 是Warden去秀的时候到了 好 现在胜塔刚升了一半 Warden一发刀阵 哇 非常的舒服 MK赶紧回防一下 好 一个锤赶紧磕掉大药膏 又一发刀阵 哇 这一发刀阵 直接干掉三个还是四个农民 非常舒服 那MK啊 暂时不敢走 还得等自己的圣塔好了 圣塔一好 MK不急一下 看一下科技情况 人族刚开始升二本 暗夜这一边 二本升好 已经 自然祝福也升好了 为了防止对方骚了 直接把这个生命之术 倒到大本这里 自然祝福一身 慢慢爬过去 MK趁机会赶紧练一波级 看一下这里能打出一个什么好装备出来 如果说是一个 直接打了一个骷髅树 骷髅树打案也确实不太好 给对方长经验 那赶紧拿出来练级好了 这个地方如果说能打出一个治疗守卫出来是蛮舒服的 这边暗夜 暗夜还在等自己大树过来 那先把这个商店处理掉 然后再去处理自己的分框 练完这一波 我等即将到四级 然后再练完分框 诶 四级多 这眼看五级就要到了 想想的非常舒服 好 MK MK练完这一波 练到了 练到了四级 非常舒服 有一个大无敌 一个大篮 对MK来说 这个装备确实有点豪华 现在双方两个英雄都非常的靠等级 现在双方都是四级 接下来看谁先到五 谁先到五 谁有优势 好 双电造好 赶紧补给一波 这边分框 造一下这个铁匠铺 把分框围得像铁桶镇一样 暗夜精灵 发一个熊猫 发熊猫 可以防止对方开坦克 或者是出飞机 这里双线练一下自己的分框 好 沃顿要去煮框杀农民了 沃顿 看到有一个 看到对方 这边有个圣塔 摸不到什么便宜 同时浪漫 浪漫买了一个飞艇 开始空投了 要去骚扰对方开分框 但是沃顿过来了 沃顿过来 没有飞艇的话 这些农民谁来保护呢 直接顶无敌过来杀农民 这个待遇非常的高 好 这一波又杀了三四个农民 继续拆吗 有一个箭堂 还是稍微优着点 那现在人族空投下来 开始和暗夜 正面缸 哇 这熊猫到二级 直接把飞艇干掉 看一下目前 MK MK有回程 赶紧回程 对方这个小路 减速确实有点难受 回到家里 给補击一下 好 人族二本身好 开始放下神秘圣定 后续的话 出一些男女 加破法 对 打这个守望者 和熊猫 还是出破法 比较好一点 双方两个英雄见面 这 这窩的一个闪烁 怎么闪烁到MK面前了 应该是一个小书 一个锤 一个踩 我的感觉 还成PK 有点P不过 这个MK赶紧撤 又一个锤 哎呦 小心啊 不要会出霸虚吧 好 这个闪烁 跳走 那现在 窩的啊 用自己的生命 给自己的熊猫 争取练机的时间 目前二发熊猫 已经两级多 即将到三级 三级熊猫啊 基本上算是毕业了 二级火喷的 还是蛮厉害的 好 双神秘地放下 开始补牧师 确实啊 牧师去自己的分框主框 稍微给这个农民补给一下 哇 这个练分框 直接把大蓝磕掉啊 这个待遇有点高 这些中立怪 好 熊猫 熊猫双线练到三级 打了一个大雪 MK升到了五级 哎 这边要过来抓 好 买一个飞艇赶紧撤 我等这边继续去杀农民吗 好 我等回家补给一下 买到了绿帽子 有绿帽子 这个杀农民还是蛮舒服的 哎 这一波浪漫 绣了一下飞艇绣啊 绿皮下来 直接把一个 直接把一个小鹿给收掉 这边空头吗 但是对方 对方一过来的话 这个飞艇马上要坠机啊 好 先把MK放下来抢一下无敌 哎 抢了个群补 可以的 群补过来 看一下这边能不能踩一些 踩一些小精灵 但小精灵都非常分散啊 好 抱了一个 踩了一个 人族这边 发一个血法 发一个大法师 感觉 浪漫还是喜欢大法师啊 大法师后期下暴风雪 还是只给你们提供一个 恢复魔法石的光环 也是蛮有用的 熊猫继续双线练级 哇 熊猫这个双线练 练得非常舒服啊 马上到四级了 这等级的快 快追上Word 我感觉还是Lolit 对浪漫 有一些研究 觉得浪漫这一名选手 比较喜欢出坦克 是吧 那我 Word打到七级八级 打坦克好像帮助不大 还是把所有精力 放到熊猫这里 熊猫等级练高来 那接下来 打坦克打飞机就好打了 诶 这个五级 五级MK稍微有点膨胀啊 我想单船 但是对方打了一个驱风全仗 那这一波要交回程了 有点亏啊 这一波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啊 交了一个 回程 嗯 浪漫这一波 想用澳本一波流漫 澳本的巴士人口和暗夜对打 感觉没有骑士的话 和暗夜拼这个巴士人口大战 有点难呀 好 现在暗夜三本生蚝 开始出熊了 熊加上这个金灵龙 山林巨雷也出好了 那目前这个配置非常的高啊 部队质量很高 那人族这边部队确实也非常的多 但是大法师等级稍微有点低啊 大法师等级两级暴风雪 对对方的伤害确实有限 好 现在四级的窝等啊 带着绿帽子过来继续杀农民 哎 这家的竟然没有配一个飞艇啊 好 浪尼沙 那浪漫人这一边 大部队开始冲冲 冲到了人族的 冲到暗夜的分框 哎 这边一直来看 怕对方偷这个分框 往里面走了一下 分框农民被窝等杀光了 现在窝等单船回来 好 大法师带了两个塔 放下塔 想要以塔为这个阵营啊 慢慢推进 把这个暗夜的分框打掉 那现在没有出这个 还少几个小炮啊 确实 没有小炮的话 这个拆分框还是有点难的 而且这个小路也有点没法处理啊 小路有点多 好 双方第一次大规模团战啊 即将打响 这边金玲龙直接变蛋 来限制一下人族的一个走位 好 MK旁前去 一个踩 踩得很舒服 MK一个人有点难顶啊 好 又一发踩 大法师 大法师找机会啊 找机会开始下雪 MK一个锤 直接带走了一头熊 MK身上有个大无敌 有裙补 可以 这装备还可以 好 四级的窝等直接跳到人族的部队啊 去杀后排的法师部队 现在窝等四级有点有点有点秀啊 等MK啊 柯格兰直接会把这个窝的一个锤子 好 刷完这一波 窝等成功升到了五级 五级加三级熊猫啊 对后排这个 后排这个法师和火枪上下还是蛮高的 那能阻现在破法有点少 好 双英雄再一个AOE 熊猫直接升到了四级 看一下人族方面继续 人族方面小炮还是没有啊 少小炮确实不行 你们可以单纯回家补给一下 好 终于造了一个小炮 小炮这个集结点啊 设置到山丘之王身上了 好 山林巨来往前顶 暗夜现在开始追击啊 大法师终于放出了自己的暴风雪 但二级的大法师 有点伤害啊 有点少 有点少 有点不太够看 这一波5G窝灯过来绣啊 那人族赶紧吃一个群补 大法师下一个水 一个锤5G窝灯要被带走了 5G窝灯赶紧保存回家 这Lolit这个操作还是非常的快的 好 现在暗夜熊全部阵亡 只留下了一些小鹿 加上三个山岭巨人 小鹿 后排有这个小炮在处理 山岭巨人有这个 大法师暴风雪 也有点难受啊 这些山岭巨人 你敢信 这一波人族啊 居然打赢了 当然主要还是 Lolit啊 这个 Warden走位太骚了 直接跑到对方 吃了一发锤 好 双方这一波团战打完 双方英雄等级 都有了不错的提升 大法师终于升到了三级 那Warden也成功升到五 熊猫 熊猫升到了四级 将近四级半 家里的井水有点不太够 这两个山岭巨人 确实现在有点难受 好 在团战的同时 浪漫不忘了啊 利用自己的飞机 去侦查一下对方 都怕对方能开出第二片分框 哇 这个绿帽子 直接驱散MK一个锤啊 幸好Warden闪烁的快 否则的话这再一次阵亡的话呢 有点难受 补给完这一波 浪漫啊 再一次带着自己的大部队 冲向了这边的暗夜精灵 那这一波准备比较充分一点 小炮 又看来小炮有两个 守望着啊 又想去后排杀这个后排部队 幸好MK反应及时 好 这一波继续带了一个塔 哦 这个塔是一个炮台 有点秀了啊 我等继续想找机会去切对方后排 MK随时准备好 诶 我等被减速 被减速啊 又一上来 一发刀阵 熊猫一个保存啊 双英雄这个配合完美 完美 非常完美 现在人族等自己的这个炮塔好了 是吧 慢慢推进 这一个炮塔是非常的凶 现在有三个小炮 三个小炮无论是拆对方的分框 还是打小路都很舒服 唯一的缺陷是没有升三本 要是有三本的话 升个粉碎小炮 这个输出更加可观 好 双方大战 一触即发啊 这暗夜精灵再不打自己的分框啊 就要被小炮给轰完了 好 这边MK一下子幻象 幻象了两个出来 真身啊 被包围赶紧赶紧单传 单传到后排 大法师走位也要小心 好 现在暗夜势不可导 往前冲 守望着啊 顶起无敌 来了一发刀阵 熊猫 二级喷 哇 这 暗夜双英雄 这个AOE效果还是很凶的 MK MK MK走位小心一点啊 小心被对方秒 好 这边 飞机啊 一直在偷这边的金灵龙 然后小炮 一直在偷对方的分框 双方真的是 大机关也有小小细节啊 也不缺 好 MK在后排被牧师来的差不多啊 又可以继续往前进攻 小炮 小炮 三个小炮继续哄啊 得亏这个小炮没有粉碎啊 有粉碎的话 这分框早就哄完了 好 现在暗夜精灵 再一次往前冲啊 双方英雄啊 补的差不多 现在看一下 守望者 哎 守望者倒是血量不是特别的健康 好 熊猫 一级喷 好 一个锤 直接把五级 守望者锤晕 但守望者直接咳了以后去握握 守望者单纯到后 闪烁到后面啊 闪烁到后面 然后倒阵了一下人族的后排 熊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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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级喷 一喷 然后一个倒阵 哇 这一发双AOE效果非常不错 一个锤 一个踩 五级守望者也被秒掉 哇 这两三秒之间 双方的输出非常的爆炸 现在五级守望者 是五级守望者被干掉了 那赶紧买回来 这分矿不保呀 五级守望者倒下来 那分矿应该要被垂掉了 我们看一下这边 好 金玲龙 金玲龙去把这个守望者给买回来 酒馆有钱 买回来 单传回家喝井水 哇 身上有个裙博没有来得及吃 好 MK 隐身过去一个踩 五个小精灵全部踩掉 哇 这一波非常的漂亮啊 隐身MK 踩五个小精灵 那小精灵没法修 这个分框直接被打掉 哎 这一波感觉人组要赢了呀 这个分框打掉之后 暗夜精灵 现在主框也已经踩空了 好 主框踩空 三级大本爬过来 继续踩 这边人组啊 看到对方这个双英雄状态又好了 赶紧往后拉扯一下 好 MK隐身 看能不能找到机会去限制一下对方 哇 守望者 刚才这经验非常的多啊 五级半直接快打到六级了 好 这一波成功 把人组赶回去 那现在暗夜再回来啊 处理一下这个炮塔 这炮塔确实有点凶 好 炮塔处理完之后 哎 三级大本跑哪去了 好 三级大本 这难道是没有生那个自然祝福吗 应该早就生了呀 感觉这个速度还是有点慢 好 人组回家 稍微再补给一下 首先 六级MK隐身 这后续还在靠MK偷对方的一个部队 五级 五级的守望者即将到六级啊 过来杀几个农民 看能不能到六级 现在差一个74点经验到六级了 哇 一到六级 熊猫 熊猫五级多 这样熊猫到六级 守望者到六级 那人组没法打了 现在人组主要还是二本 要说有三本的话 说出点坦克 然后出点骑士 可能还有得打 那现在 现在暗夜分矿 继续踩 这边造了一个战争古术 防止对方偷矿 现在大法师和MK都要隐身一下 防止对方这个守望者来偷 飞机过来探一下 灭发现暗夜 这个分矿又开起来了 那人组估计还得整一波过去 哇 这边已经五个小炮了 五个小炮 三级大法师 六级的山丘 守望者 好 守望者要搞事了 直接跳过来 从这里再跳过去 但是对方家里有个MK等着你啊 双方登的是啊 套路非常多 好 终于过来了 领了绿帽子 绿帽子 看 哎 墓室一个驱散 MK一个锤 哇 这个套路非常深啊 直接套路到了这个守望者 哎 守望者还得来杀 哦 杀完农民升到了六级 非常秀 守望者这一波杀农民 还是很有收获的 虽然 大法师和MK 布下了天罗地网 但依然 依然 他依然 依然把农民杀关啊 打自己 打到了六级 那下一波团战 这 守望者有六级的话呢 人子有点难打呀 哎 这守望者好像 很贪 还想过来 还想过来 好 现在六个小炮隐身 看能不能隐身小炮 把对方的三级大本给偷掉 好 守望者继续过来 又买了一个绿帽子 想去主矿吗 但主矿已经没有什么农民了 这 杀两个农民也好 可以的 有点忌不择实 那人族有点受不了了呀 好 带着自己的大部队 开始往前冲 哎 MK隐身 一个锤 不守望者 现在魔法制 还是很够的 哎 这闪现的位置 有点秀啊 怎么没闪的那么远呢 好 继续一个锤 一个踩 感觉守望者 有点危险了呀 这一波 一丝一血 跳到了树的另外一边 MK继续追 这边没有回尘 没有回尘 哦 六级守望者 这一波秀翻车了呀 我的天 六级守望者 居然翻车了 你敢信 那这一波人族冲过来的话 按夜 按夜 能挡吗 好 按夜赶紧把六级守望者 给买出来 现在还差一点钱 熊猫 赶紧去卖装备 对赶紧啊 关键时刻 没有六级守望者 这一波很难打 好 现在人族 发了一个礼炮 发现 哦对方还是把英雄给买出来了 好 买回来 单纯回家喝口井水 大法师下暴风雪 哇 这一波的话 差一点翻车啊 翻车之后赶紧买回来 幸好有钱买回来呀 那现在最后一波团战 看人族这一波能不能打赢啊 小炮一共有 六个小炮啊 破法 一帮破法 然后MK继续迎身 一个锤把五级熊猫全晕 哎 守望着 守望着 往后一吸 往后带去绿帽子来 又要吐后排 哇 哎 这一个只吐到三个病啊 有点少 好 把六级的这个复仇之魂招了出来 熊猫 五级熊猫 看能不能秒五级熊猫 哎呦 这两个 这两个 精灵龙啊 位置卡得非常精髓 好 双方这一波交战啊 打得非常的精彩 但现在MK MK的话 血量一般 守望着血量又恢复满了 那现在熊猫 熊猫血量再恢复一下的话 这后排的人族啊 要好好保护 现在完全靠小炮输出 看能不能把对方的三级大本给A掉 哎 这边开始找尸体 找小复仇之魂 来骚扰一下人族 MK走 要小心一点 现在MK的血量不是特别的健康 好 把暗夜的三级大本A掉了 哎 这一波暗夜要赢了吗 好 现在守望者守望者往前冲 MK隐身了 守望者冲过去 要杀对方的后排 哦 一个锤 直接锤 锤伤 不过身上有两个裙部 哇 这个待遇有点高 好 一个刀阵 继续往前冲 好 人族人族吃了一个群补 哦 双英雄又开始AOE的效果来了 好 又一个锤 六级 六级 守望者 哎 直接回家 哇 他是后排部队有点伤啊 这后排人族后排部队打得太伤了 有点难受 大法师 四级大法师 一丝血 MK的血量也不是很健康 好 又一个锤 把守望者给全音 这一波看能不能把六级守望者给杀掉 没有杀掉 人族打出了季机 好 随着熊猫到六级 人族后续无法抵抗 直接打出了季机 啊 守望者和熊猫栓六 人族啊 根本没法打 虽然暗夜 已经没有了分框 好 我们恭喜Lolita 这一局打得非常的精彩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一波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再见